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不怎么好看 但玩家总算是能把它跟镇静剂区分开了 然后就是这次对改版后时装的首次优化了 第一批总共对四套时装进行了优化 what 呃 说实话 虽然进行了那么一丢丢的剪裁和设计 但是整体效果我感觉吧 还是有点差强人意的 不过比之前的那一抹黑布是要顺眼一点了 但这肯定是达不到玩家预期的 所以至于后面几批怎么优化呢 小陈你可要好好斟酌斟酌了 那么这时候问题就要来了 你说他打脸吧 他还真去优化了 你说他没打脸吧 他还改的不咋的意 哎那你们说小陈这算是打脸了呢 还是没打脸呢 啊 说实话 这次更新的内容唯一让我感觉还不错的 就是这次新出的伤害测试打靶了 这个东西啊我个人感觉还是蛮实用的 以后大家想测试新武器的伤害对比啊 想去商场买武器的时候啊 都可以先在这里自己测试一下 完全不用跑去看别人的伤害测评了 毕竟别人的配件等级跟你可不是一个级别的 因为在这里测试装的是你自己的配件 所以对比起来是最直观最有效的 不过有什么说什么啊 就目前来说的话 其实也没啥对比的必要 因为我自己测试了一下 目前我DPS最高的 第一是点藏雷托 第二就是点藏逐都 完全没有意外好吗 所以你只需要知道进化武器是YYDS就对了 另外最后我想说一下游戏玩法的问题啊 说实话啊第四季上线之后啊 质量危机剧情推动式的玩法 其实我个人还是挺认可的 但是后续的活动说断就断了 我是一脸的懵逼啊 话说小陈啊小陈 后续的活动你倒是跟上啊 什么蓝纹黄昏这些活动 你倒是赶紧上线啊 要知道游戏游戏游戏玩法才是立根之本的 你们说对吧 哦 啊好了好了不扯了 本期视频呢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